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即使有时心里不情愿 我还是会乖乖地去完成 可能因为我的性格开朗容易满足 但是这样的成长环境造成我有一个性格是蛮被动的 依赖心很强 幽若果断 甚至容易会情绪化 除了来社会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会很轻易放弃 退缩甚至会逃避 当遇到压力时 我的个性就一向抱喜不抱忧 绝对不会告诉我的家人 然后在家里呢 就会一直去想 一直去想 有时候在房子里面会哭 那时候我在想 是不是我的人生呢 就是做工作 回来休息 再去工作回来休息呢 就是这样子 我的一生这样子过 感谢神 在2010年 我的朋友带我来教会 来到GA 然后就遇见耶稣 耶稣就开始改变我的生命 那时候我就进入Pastor Elijah的小组 被Pastor Elijah牧养 开始时候就一切都很顺利 我来到教会就好像来到家的一样 仍然的个性呢 就是会跟组长抱喜不抱忧 就是一贯的乖乖牌 如果组长吩咐我的事情 我一样的就很听话去做 慢慢地我发觉 我跟组长 还有我的其他组员之间的关系 除了在工作上 就是这样子而已 就事工上 谈着事工上就这样子而已 在我在想 这个是我跟他们的关系 就是这样子吗 我们常常谈起都是讲牧养 牧养如何 小组人数多少 有没有邀请新朋友 有没有如何去关心主缘 还有一些服饰的安排 我个人就觉得 开始不满足这样子的关系 我内心的感觉就开始 有点埋怨 有埋怨我的组长 特别是在我在工作低潮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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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会埋怨我的组长 很少问问我的需要 不过关心我的内心的感觉 常我觉得很需要的时候 但是我的组长只会讲一些道理 跟电意 真的不知道我真正的内心的感觉 只有久之呢 我就开始不理我的组长 甚至会有逃避他 如果他在教会来到这里呢 我从那一边走 但是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 真的心里很想要 恢复起初跟他的关系 但是不知道怎么办 直到去到香港蒙福 三特会 神透过其中一堂信息 大的激励我 对我说 你要跟你的组长 恢复关系 在特会完的时候 我鼓起勇气 去找Pastor Elijah 然后将我的内心的感觉 表达给他听 愿意敞开我的内心感觉 也承认自己的软弱 在过程当中 我也感受到我组长 完全地明白和体会 我的感觉 感谢神到我愿意 被组长牧羊的时候 我定义要尊容他 信任他 欣赏他的优点 包容他的不足 我也愿意接受 他对我的神明说话 我的神明就开始突破 我开始看 我的组长的优点和强项 那就是我的最缺乏 也是我最需要的 学习的 比如说我的组长 是一个很有几率 很有毅力的人 认真的爱神 对神非常有信心 所以在我学习 欣赏他 尊容他之后 我发觉我自己 也有得到这些优点 我觉得自己成熟了 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的家人 我的未婚妻 也看见我 更成熟了 所以我的未婚妻 也愿意嫁给我 今年十月 我终于可以结婚了 我的未来妻子跟我分享 她看见我过去的突破和改变 学会坚持 不轻易放弃 愿意多敞开我的感觉 是一个可以谈心的人 是一个可以给他安全感的男人 我觉得这些都是因为我愿意被牧养 从祖长身上得到的传承 在我的牧养方面 我承认过去带主很随意 但现在我很认真去牧养他们 了解他们的需要 希望看见他们也有改变 在工作上我也不自暴自弃 反而对工作更有热忱 不逃避 坚持到底 我要谢谢我的主长 因为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我 我也要谢谢耶稣 他也一样没有放弃过我 因为他非常的爱我 他的爱改变我的生命 白千荣要归给神 我给神的祝福